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urtle内置的海归绘图库 说到海归绘图 很多朋友都非常有回应 对不对 我记得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的是basic 当时电脑上就有海归绘图 当时给我们羡慕的 没人会 给我们羡慕的 都想绘点图画几个圈 是吧 被老师给拦下 老师说 你们的水平还不够 今天我一看 真的是被老师给骗了 为什么 非常非常简单的绘图库 几个函数就能够搞定 他怎么说我们不会呢 不是当时上学 学着挺傻的 好咱们先少叙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python里面内置的海归绘图库 好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学会使用python的绘图库 第二 画出咱们自己的图像 接下来咱们先去官网看一下 所谓官网 其实就是python的官方网站 咱们讨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大家请看 python给咱们提供了全中文的帮助文档 非常的不错 今天咱们就来试试海归绘图 他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函数 这函数其实都有用 今天我可能不可能会给您都讲到 咱们就先讲一部分 带您入个门 如何做海归绘图 好 这个核心库 咱们马上访问一下 怎么访问 咱们看一下 我看我的本地是不是已经安装完成 用这个命令 python-m 然后加上turtle代表 咱们把turtle这个包变成模块进行执行 模块脚本进行执行 马上试一下 好 看一下 大家请看 他在给咱们做演示 对吧 相当于现在不是海归 是一个三角 在给咱们绘图 今天咱们就完成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在咱们实际工作中 用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你用来 比如说教小朋友编程 这非常有好处 为什么 他学会几个命令 马上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编程 小朋友非常的喜欢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 如果您有孩子 没关系 您就给你的孩子 作为编程入门 可以给他讲解一下海归绘图 我是极力的推荐 我也是非常喜欢 好 如果说在Linux Mac下 缺少python-tk-code的朋友 那么请进行安装 注意这个安装的方式 可不是PIP安装 是Linux的apt安装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咱们看一下实战基本的操作 是这样 咱们操作一个海归 其实就操作一个小图标 对吧 有哪些个功能 我这给您列出几个 比如说设置颜色 设置形状 前进后退 左转右转 画圆 设置绘图的速度 重置 然后抬起画笔 落下画笔 沟图 移动光标 等等这个操作 今天都会给您涉及到 好 咱们先少讯 马上看代码 今天我代码 我尽量把时间开始控制住 好 咱们开始 建一个文件 好的 然后咱们考上第一个 Import进来 Python里面核心的绘图库 然后在最下面 我加上一个蛋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回完图之后 不马上退出 在这个控制台停住 好 然后咱们在当中 就会绘图了 绘什么图 咱们看看 首先 咱们调用Color 命令干什么 咱们设置一下 当前绘图的颜色 然后这个Shape 是设置一下 咱们光标的样子 可以是三角 可以是方块 可以是圆圈 我这设置成 是一个小乌龟 好 就这么两个 咱们试一下 两行命令 看一下 打开 然后运行 切换到命令行方式 然后直接Python 一回撤 出来了 大家请看 我这有小乌龟 对吧 但是它的朝向 注意看 它这个头 不好听 它这个头部 正朝右边 对吧 好 咱们就改一下 咱们来 咱们先会什么 首先说 会图有一个速度问题 对吧 我先把它挑成慢速 咱们先看一下 看什么 Forward 什么意思 Forward 就是说 向前前进100个单位 Forward 对吧 冲前 试一试 速度是1 然后Forward的前进100 注意看 Go 请稍等 这地方我真的是向大家抱抱歉 因为我得考到代码中才能够运行 好 速度是1 前进100 马上试验一下 Go 前进100 拉出了一个绿线 对吧 这是咱们小乌龟移动了 接下来 都能做 都能做 然后咱们 我把这个速度调成10 咱们再看个效果 我不是1了 刚才是有点慢 我把它调成10 看这个速度快没有 注意看 比较快 但是因为咱们演示效果 所以说咱们不要这么快 还是用这个慢一点速度 同时 如果咱们设备0的话 那就是急速运动 取消动画效果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前进了100之后 咱们再后退30 可以吧 看个效果 既能前进就能后退 看个是不这么回事 Go 前进 后退 没问题吧 小乌龟非常的听话 他是冲诱的 OK 接下来 再让他画个圆 圆地别动 画个圆 但是注意这个画圆的位置 可不是说我当前是圆心 他当前是半径 是圆边的位置 好 咱们再试一下 那咱们代码是说 让小乌龟先前进100 再后退30 然后再画一个圆 对吧 好 看一下 Go 好的 小乌龟很卖力 再帮他画圆 半径是100 对吧 OK 接下来还能干什么呢 能干事很多 比如说我这做一个函数 我这做函数 稍等 哇 前面就屏蔽起来 比如说我这写个函数 这函数让小乌龟干什么 大家请看 让小乌龟前进100 然后呢 掉一个left 这left什么意思 让小乌龟转头 这个头部就不要冲右了 让他往左转90度 冲伤了 对吧 好 咱们试试 这函数咱们下面调用一下 注意看 这个小乌龟就可以动态起来 对吧 好 试一试 Go 诶 转头了吧 好 那么咱们的函数 就是前进100 转头 前进100转头 那么我如果把这函数 调用四次的话 它会出来一个什么图形 好 咱们试试 有小朋友已经知道了 出来一个正方形 小乌龟非常的听话 一会儿像前两天 我做我的世界里面的编程 一会儿像 我世界里面不就小乌龟吗 对不对 好 这地方有了这个朋友说 这是小朋友级别 小朋友 你能不能告诉他 这个用负转环来做呢 当然可以 咱们用负转环给他做 OK 咱们再试验一下 喜欢四次 因为这个海龟做图 在这个学校中 这个编程里面非常多 主要是用于教学生 或者说教小朋友入门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好的教材 没有质疑 小乌龟做读 太棒了 好 咱们花图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 再试试颜色 我再画一个圆 再看看 好 再看一下效果 小乌龟画图 这个对于这个 学习几何来说 非常的有好处 对吧 不光是这个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学这个现代数 学现代数的话 更是需要画图 帮助咱们去理解 包括立体几何 理解都特别好 对不对 好 咱们画出一个红圆 没问题 同时小乌龟变红了 OK 接下来 我看我的课件给您准备了 接下来咱们画一个五角星 哎呀 真的是太棒了 拷贝代码 把刚才代码 咱们通通的删掉 好 大家看 我这做一个画星的函数 里面循环五次 要画五个角 然后呢 前进 同时右转 后面计算一个角度 好 那咱们试一试 这地方我传一个五十 好 咱们试一试 传一个size为五十的五角星 看它能不能画出来 够 速度有点慢 我应该把这个小乌龟 绘图速度再调快一行 很听话的小乌龟 咱们再把它调大一点 咱们让它画一个 二百五 二百五 好 然后把这个画图速度 由一咱们调成 我想想 调成五 看一下 因为这也是要根据 我这个虚拟机的速度 来决定它画图的速度 可以了 快得多 快得很多 没问题 画出一个五角星 接下来 咱们画五角星 咱们能不能为它填充颜色 完全可以 大家请用这个命令 我考虑过来 注意看 咱们先画一个空五角星 然后咱们把咱们的颜色 设成红 然后开启填充模式 然后咱们再画一个 我这里调二百五 咱们再画一个五角星 然后结束填充 咱们看一下什么效果 Go 先画一个空星 然后红色 再画一个星 最后填充 哦 其实是一个五角星 非常非常的不错 这样一看 好像教小朋友 或者教初中生编程的话 他们会非常有兴趣 没什么 他们马上就能够看到结果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咱们是这样做 咱们刚才画了五角星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先把两个代码屏蔽起来 把这R跟档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一下 我画了一个五角星 这个咱们还是暂时挑成 二百五有点大 比如挑成八十 可以吧 八十 下个我这星也挑成八十 算了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在这地方画了一个五角星 这个我把它挑 咱就不画空星 咱们画十了 我这画了五角星 然后把它填成红色 然后我把光标移到一百一百的位置 我再画一个五角星 可以吧 咱们先看看这个代码的运行的效果 够 画星 移动 再画星 大家注意看 这两个星虽然画出来了 但是中间有一条线 为什么 因为咱们画完第一个星 然后移动小乌龟的时候 这根线 它也会被画出来 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解决 实验箱 需要干什么 需要我用up函数 让当前的画笔抬起来 好吧 然后移动 因为我是抬起画笔再移动 所以说这时候并不会画线 当我移动完之后 让我画笔再当 再下来 然后咱们再画这个线就出来了 同时咱们再加上点 下面 咱们第二个星 咱们让它画成绿色 好不好 好 看一下这个代码的效果 非常的期待 Go 画红星 跳动 再画绿星 没问题吧 而两个人之间 大家请看 已经没有线了 对不对 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OK 稍等 以上呢 就今天给您讲解的 海归作图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里面其实还有好多其他函数 还有好多技巧 有兴趣吗 可以去学习一下 尤其您呢 比如想教一些个小朋友啊 或者你想开个课 教一些个这个程序入门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推荐给您哦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海归作图的所有内容了 虽然只是这九牛一毛 但是呢 也是作为一个炮人眼语 介绍给您吧 我的课件呢 会发到开中文的服务器 让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给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